我在這邊先用中文跟大家來個開程 我在三年前在德國軍的合唱館當了槍手 就幫他們唱了幾場音樂會 然後我被他們對合唱館對音樂的熱情感動 所以呢接下來這幾年 只要他們有重要的音樂會 我都會去幫他們唱 然後兩年前我接下了 臺灣合唱館 接下來是臺灣合唱館 然後我也很高興能夠遇上 這麼認真的團員 所以呢我去年聖誕節的時候 突然就有個想法 欸 這兩個團啊 一樣很多 一樣年輕 所以為什麼我們就不辦一場 我們辦一場音樂會 所以今天這場音樂會 就這樣改成了 當我們在讀歌斯卡爾 節目的時候 我在想 如何把兩種不同的音樂跟文化連結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想到了 流行歌 民謠 或是清歌劇 因為這些歌 都直接以音樂 打動人們心 那普通的音樂 那普通的音樂和音樂 究竟不能表達同樣的喜樂跟歡迎呢 就讓大家來欣賞一整晚的節目 我們就請來幫我跟文化連結 都沒有過 一場音樂會 都沒有過 一場音樂會 一場音樂會 都沒有過 一場音樂會 他曾经在中国的故事说,我应该在英语中的语言。 他曾经在专业的音乐中间,他曾经在训练和语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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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讓他來進行的音樂和歌曲 二十六年來他擺放了台灣會的音樂 也要在這裡他也學會很重心的歌曲 每晚才到這個想法 會讓這兩個歌曲 在同樣的樣子上 和同樣的地域 可以一起唱一首歌嗎? 但是,什麼需要? 我們想想到普通的音樂 像《舞台》、《舞台》、《舞台》 因為這首歌的音樂 《感情》、《樂觀》、《樂觀》 最好是出現的歌 如果这件事成功,我们会看到,我们会看到,让我们开始吧!